大家好 今天又來到 Watch What I Read 系列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的一個哲學問題 究竟民主可否當飯吃呢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書叫做 Development as Freedom 是誰寫的呢 是鼎鼎大名的 Amartya Sen寫的 這位印度裔的哲學家 經濟學家當然是非常出名 這本書是1999年出的 正正是他剛剛拿完諾貝爾經濟學獎 建基於他之前過往幾年的 一些課程所整理而成 今天其實主要想和大家討論 這本書裏的其中一個範疇 但我也想簡單介紹一下 這本書的overall picture 或者一些核心的哲學主張 這本書的核心主張其實和他的書名一樣 是想建立一種對Development這個概念的理解 一般我們說一個國家 或者一個地方有多發展呢 我們都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切入這個問題 可能我們會思考的 就是他的GDP有多高 他人均的收入有多高 他的息子率有多高 他的教育的普及程度有多高 他工業化的程度有多高等等等等 去決定一個地方或者一個國家究竟有多發展 但Sand認為這些概念都是太過狹窄 他提出要理解一個地方有多發展 最核心其實不是看剛剛那些因素 而是看那個地方的人民究竟可以獲得多少的自由 他認為這套對發展的理解 是有兩大理由去支持的 第一個理由他叫做Evaluative Reason 為甚麼呢 其實很簡單這樣說 就是他認為如果你把一個地方的發展程度 理解為他的工業化程度 其實是沒有辦法說明 為甚麼發展是有價值或者有意義的 他認為剛才所說的那些邊緣的因素 不是沒有價值 但它的價值僅僅是作為一個工具 去令到那個地方的人民獲得更多的自由 所以如果我們將發展僅僅理解成為工業化程度 或者教育程度等等 其實是沒有辦法說明發展為甚麼是有價值的 唯有當工業化、教育、福利、收入等等這些因素 能夠contribute to 我們的自由的時候 發展才是有價值的 所以說到底為甚麼我們這麼重視發展這個價值 其實是因為它是令到我們獲得自由的一個指標 這就是第一個理由為甚麼San會覺得 我們應該將發展理解成為自由 San還有第二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就是Effectiveness Reason 甚至是這本書的重點 San其實將自由理解成一個很複雜的概念 其實裏面包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最重要的是它在這本書裏面很想說明一件事 就是這些種種不同的自由其實是互相非常有關係的 是互相影響的 你經濟的自由是會影響你政治的自由 你政治的自由是會影響你的社會自由 你的社會自由又會反過頭來影響你的經濟自由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很融貫 一個很融合的自由觀的概念 它在這本書的introduction 裏面提出了一個很簡單易明的例子 他說他小時候生活在達卡這個城市裏面 現在達卡就是曼加拉的首都 但San小時候就未有蒙巴頓方案 印度和巴基斯坦還未分開 所以當時是屬於印度 那發生甚麼事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印度是一個很多不同的宗教衝突的地方 甚至其實巴基斯坦和印度即使分開了之後 都仍然充滿這些宗教衝突 那主要就是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間的衝突 那San就抑述他小時候在他家 在達卡的家 無端端有個人流血地在他家門口求救 那他就去幫他 他就發現這個人原來背後被人插了一刀 那他後來問清楚他是甚麼人的時候 才知道原來其實他是一個穆斯林 他就剛剛被一些印度教徒所圍偶 甚至襲擊 就一刀捅了他背後 那後來San和他的家人 就幫這個穆斯林送了他去醫院 最後這個穆斯林還因為這樣 喪失了他的生命 那後來San就反省這個疑時的事件 因為這件事對他來說是非常震撼的 他後來就想為甚麼這個穆斯林 要走來這個主要是印度教徒居住的地方 明知道有這麼多宗教衝突 明知道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經常互相撕殺 為甚麼他還要冒著生命危險 走來這個地方出事 後來San就發現原來他是為了找供 其實他就是因為很窮 他窮到已經沒有錢開飯 他整個家人 他的妻子 他的孩子都在等他去找供 去養活他們 他迫不得已冒著生命危險 要走來這個印度教徒為主的地方去工作 後來就覺得這個例子 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去說明其實不同的自由 其實是互相影響的 當你很窮的時候 你沒有經濟自由的時候 其實你連一些社會性的自由都沒有 就是你究竟去哪個地方居住 你去哪個地方工作 你做一些甚麼的工作 其實這些社會自由自由 是極大程度上 被那些經濟自由自由所影響著 所以就在這個例子可以見到 我們以為有不同的自由 但其實不同的自由之間 根本就是互相影響 如果你將發展理解成很狹窄地 經濟層面的事情 社會層面的事情 或者政治層面的事情 他都認為是太狹窄 因為這些不同層面的自由 本來就是互相影響 好了 我就很簡單地介紹這本書 最核心的一些想法 我們現在終於可以正式進入 我想為大家介紹的一個章節 那個章節就叫做 The Importance of Democracy 在這個章節裏面 聲音正正反對民主不可以當飯吃 這個想法 當我們討論民主價值的時候 我們都經常聽到這種論調 就是民主不可以當飯吃 民主有甚麼那麼重要 經濟比較重要 我們說兩餐溫飽食是最重要的 人民其實都不是那麼想要民主 其實最重要都是人民的經濟生活 人民是否安居樂業 民生是大於民主 甚至有時經常會討論 民生還是民主是比較重要的 誰先行的 其實如果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失誘 真是可以看看San 這個章節所講的論證 首先在這個章節裏面 San就將民主不可以當飯吃 這個那麼普通那麼常見的論調 拆解 他認為其實這個論點 可以分了兩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就是 其實民主會阻礙 妨礙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 San在這個章節裏面 直接將這個claim 叫做Lease Thesis Lease是誰 我現在給你們五秒想想 5 4 3 1 誰會說這些 其實就是李光耀 大家都很清楚 新加坡是一個沒有民主 但經濟發展得很蓬勃的地方 所以李光耀是其中一個 最出名 最explicit表達這個論點的一個政治領袖 他正正就是提出 民主是會阻礙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 San在這個章節裏面 提出了兩個反駁 第一 很簡單 就是在社會科學 或者政治科學的研究裏面 根本從來都沒有證據顯示 獨裁不民主的政治制度 是有利於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 就算你可以找到一些好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 就是他獨裁經濟發展又很好的地方 都不能足以證明 他的經濟發展是得益於他的獨裁政治 很可能只不過這兩件事是同時在新加坡出現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這兩者是有因果關係的 第二個反駁 San發現 就算很多我們研究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 為何蓬勃 我們大部分政治科學家都會有一個 Healthful Policy的List 例如一個公開一點的競爭 市場經濟 教育程度 工業化 科技的進步等等這些因素 都是令到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 可以更加好的 但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這個List of Healthful Policy 根本看不出為何民主制度 不可以與這些經濟有利的政策相容呢 也就是說 如果一個地方實行民主制度 是不會妨礙他實行這些Healthful Policy 去發展他的經濟的話 我們都不能夠說民主制度 是會阻礙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 好了 San就提出了這兩個討論 去反駁這個Lea Thesis 除了Lea Thesis之外 那些反民主的人 提出民主不能當飯吃這句話的時候 他或者有第二個意思 第二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他會想想 人民現在叫你選擇 要民主自由還是要經濟溫飽 那些人民永遠都會選擇經濟溫飽 所以他會覺得 因此可以顯示 經濟溫飽其實是比民主自由更加重要 但San在這個篇章裡面 提出一個很簡單的反駁 就是這個說法根本就是荒謬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說給人民選擇 他都會選擇不要民主要經濟 但問題是什麼 就是那些要民主的國家 正正就是沒有選擇 正正就是沒有表達他的意見 你鬼知道那些獨裁統治下的人民 想要什麼 正正因為他身於獨裁的國家 他沒有辦法表達他的政治意見 為什麼你有任何證據 可以屈掉他們一定會選擇經濟溫飽 你憑什麼覺得呢 所以San就覺得這種 人民不是這樣想的這個想法呢 根本就是荒謬 San在這個篇章裡面 甚至提出了一個例子 去顯示其實人民 甚至可能想要民主自由 多於經濟溫飽 他的例子就是70年代中期 印度的一個政治事件 印度中期曾經有一個很具爭議性的總理 他叫做英迪拉甘地 這個英迪拉甘地 當年就是因為印度的經濟問題 糧食出現了問題等等 這些很具體實際的社會問題 就宣佈印度進入這個緊急狀態 但後來那次大選 其實人民正正反對他的作為 所以San就認為 這個例子顯示了 人民未必會為了經濟幸福 或者為了一些溫飽 去犧牲民主自由 這個例子正正顯示 當時的印度人民 寧願犧牲當時的一些經濟發展 都要保住他們的民主自由 所以簡單來說 San對這個想法的反駁是這樣的 就是一方面 在獨裁或者威權主義的社會裡面 我們根本就不能夠知道人民怎麼想 所以你說人民是會選經濟 不選民主 你是沒有證據去說明這一點 甚至另一方面 我們有其他例子去顯示 其實有些時候 有些地方 有些人民 是寧願要民主自由 而會犧牲了他的幸福 他的經濟 所以簡單來說 San認為民主不能當飯吃 這個說話是不成立的 因為民主根本不可能 阻礙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 但反過來說另一方面 究竟民主是否可以正面地 促進經濟發展 又是另一個問題 去到這個問題 就牽涉到民主的價值 其實一般來說 民主會有兩種價值 一種價值 就是它的內在價值 第二種價值 就是它的工具價值 關於民主的內在價值 我們有機會再說 因為San在這裡 集中的是民主的工具價值 San認為民主不單止 不會阻礙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 甚至能夠促進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 為什麼San會這樣說呢 是因為San讓我們想清楚 什麼叫做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 是否因為它的GDP不斷升 它的股價不斷升 一個地方的經濟就代表是更加好的 San認為不是 要判斷一個地方的經濟好不好 更加重要的是 一個地方的人民的經濟需要 是否得到滿足 San在這個篇章裡面很簡單 講了一個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道理 就是一個不民主的國家 一個不民主的政府 它根本沒有任何incentive 沒有任何一個動機 去回應人民的訴求 如果我們將經濟發展 理解為一個地方的人民的經濟需求 是否得到滿足 那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到 民主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 因為眾所周知 一個不民主 一個威權 一個獨裁的政府或者國家 是根本不會回應任何人民的訴求 唯有民主制度 一個政府一個國家 基於選舉的壓力 它才會回應人民的訴求 所謂建基於一個這樣的關係 民主制度是可以促進到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 所以基本上San認為 沒有民主哪有民生呢 當然這句說話或者這個想法 不能夠我們空口講白話 我們要實質地考察 究竟是否民主制度的社會 才是多些回應人民的訴求 比起那些獨裁社會 這就要去到San很出名 關於饑荒的研究 饑荒在人類社會裡面經常發生 它會發生在中古的封建制度的社會 它會發生在一些獨裁的國家 它會發生在一些部落裡面 它會發生在一些殖民地那裡 但是San竟然發現 饑荒從來都沒有發生在民主而獨立 又有新民自由的國家和社會裡面 因為這些制度 新民自由和民主制度 是會令政府有巨大的壓力 去回應人民的經濟需求 以至可以避免到饑荒的發生 所以很多學者都認為這個結論 是一個很強而有力的證據去顯示 其實民主是可以促進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 可以促進一個政府去回應人民的經濟需求 甚至San進一步說 連那些非民主、獨裁、威權的社會和國家 都正正是因為有反對黨的存在 他們才會回應人民的訴求 例如民主法之前的南韓 例如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治理 都是因為有反對黨的存在 那時候他們才會回應人民的經濟需要 所以簡單來說 沒有民主的話 政府是不會回應你的經濟需要 如果你是為了經濟需要而犧牲民主 San會覺得你們太天真了 剛才提到一般民主的價值 主要是內在價值和工具價值 工具價值就剛剛解釋了給大家聽 但San在這個範圍裡 我覺得提出了一個很得意的概念 或者有趣的一個想法 就是他認為民主不單單有內在價值和工具價值 他甚至提出了一個新的價值 叫做constructive values 這個constructive values 或者叫做建構性的價值 是有甚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一般剛才說的民主的工具價值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已經有一些很fixed 的、穩固的 知道是甚麼的經濟需求 然後民主可以令到政府去滿足我 這個就是民主的工具價值 但是constructive values 是另一個意思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連我們有甚麼經濟需要 其實都不清楚 我們一般說的需要好像一個很天然的概念 但是San說我們想心不疹 我們覺得自己有甚麼需要 其實不是天生、不是天然的 而是一個很社會性的東西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不會覺得我們需要有長生不老弱 然後要求政府滿足我們這個需求 是因為我們都知道長生不老這件事 是不可能發生的 也就是說我們會老會死這件事 是無可避免的 所以這個例子就顯示了甚麼呢 就是我們有甚麼需要呢 其實是很協涉到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的信念 就是我們相信有甚麼可以避免 有甚麼是可以被解決的 所以可能對幾十年前的人來說 男士產假或者台風假 這些需求根本是不可想像的 因為他認為這些根本就不是自己的需求 因為打風當然是不可避免的 為甚麼你要放假 男人不用生兒子 當然是不能放產假 為甚麼你會要求這件事 所以我們會顯示這些例子顯示了甚麼 就是我們有甚麼經濟需要呢 其實不是一個很天然的東西 其實跟我們有甚麼信念是非常之有關係 那SAN在這個篇章就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民主呢 可以令到我們搞清楚 我們有甚麼經濟需要 民主的社會意味著的 就是一個意見上面的自由交流 意見上面的互相辯論 在一個這樣的自由的環境下 我們才能夠透過慢慢的討論 在這些辯論當中 去慢慢形成我們自己的經濟需要 然後要求政府回應我們 所以SAN就認為民主最後一個價值 就是除了它的內在價值和工具價值之外 還有它的建構價值 就是它的建構我們究竟覺得自己有甚麼需要 透過這個自由辯論的空間 我們才會要求政府回應我們的訴求 反過來說 如果沒有民主沒有言論自由 沒有辯論沒有溝通的話 我們連自己要甚麼都不知道 你想想中世紀的社會 那些女人怎麼會要求自己有經濟自由去打工 因為它沒有辯論 他們根本就不能夠發現這件事 也沒有可能要求社會去回應它這個需要 所以民主社會最後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互相辯論 互相溝通 去發現自己其實需要些甚麼 以上就是SAN是這個chapter 對於民主不可以當飯吃 以及民主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的一些理解 他基本上就認為民主不單止不會疾愛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 更加是對經濟發展這件事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雖然SAN這本書都出了多久 他引用的例子可能現在看上都有點舊 即中了可能民主化之前的南漢 或者獨裁的智利等等 但我認為他這本書的討論 仍然都是非常之有力 而且其實整本書都是他的演講錄改編而成 所以其實大家讀起來都比較易跟的 文筆是非常之簡潔 現在對自由、民主等等議題有興趣的失誘 我都很推薦大家看這本書